4月22日 亩南江医学院附属红旗医院省级重症集中救治区域中心 两名重型 微重型患者治愈出院 进入14天的隔离观察阶段 这是隋分和境外输入疫情发生后 首批治愈出院的重型 微重型患者 据了解 其中一位患者3月30日在俄罗斯出现发热 咳嗽 咳白痰 体温最高达38.9度 4月4日到达隋分和进行集中隔离 核酸检测阴性 由于症状加重 4月6日再次进行核酸检测呈阳性 随即进入隋分和人民医院治疗 随着病情加重 于4月8日转入红旗医院 经过医护人员全力救治 经国家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 对两名患者病情进行评估 符合出院标准 可出院进行14天的隔离观察 22日下午 两名患者在医务人员陪伴下 走出重症集中救治区域中心 向媒体记者们挥手致意 并和身旁的医护人员们一起竖起大拇指 这两名患者分别于4月5日8日由随分和氏人民医院 转入牡丹江洪旗医院省级重症集中救治区域中心 均为境外输入重型 微重型患者 无亲人陪伴 患者进入重症集中心时 表现为呼吸困难 发热 呼吸到这地方就要重 又由于患者在飞龙途中的饮食和饮食交叉 导致了面困难 这也是我们治疗中的环境 进入中心后呢 我们根据国家的指南 对患者进行了一人一按治疗 据介绍 自黑龙江随分和境外输入疫情发生以来 宏旗医院省级重症集中救治区域中心 已收治31位重型 微重型患者 有三名重型患者已转为普通型 转往康安医院继续治疗 两名重型 微重型患者致予出院 进入医学隔离观察阶段